今天这家的菜美到只有花仙子才配吃吧 这一家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推荐他们 毕竟米其林二星很少有女性主厨 当然关键是主厨妮奇长得也非常在我的审美上 我也觉得很有气质 他们的酒单 其实选择并没有特别多 居然让那个女人做选择 她也不过就是选了几个小时吧 这是老板选的跟我选的 截然不同有没有 古人自己选的喝起来都像一点 这是要让你打起精神好好吃饭 这一道从视觉上面就非常的好看 体现出女性主厨在做菜这一方面 有没有独有的这种优美感 这个女人见到粉色的食物就会本能觉得好吃 接下来的这几道菜市的设计 还有摆盘都非常的有意境 让你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了花园之中 桂花 下面这一道鱼一端上来 这就是花仙子每天吃的菜了吧 虽然这一道是没有烟的 但是这个女人坚信这样能让香味慢慢散发出来 接下来这一道是Chef Nikki的招牌菜 我盘已经吃完了 我盘里约有加那个明太子 开饭这个刚刚好 很有嚼劲 这个就是他的babycorn超可爱 然后这个是A5 他们家的A5是少有的 不会那么腻的 米其林餐厅总喜欢来一点 让密集恐惧症难受的东西 都学费了吗 小毛巾一上就知道 哎 尼尼尼要来了 他们家的尼尼尼 是我一直觉得要从菜单里面拿掉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把人要学会扬长必短 不能够太实在啊 我刚刚已经拧开了 开了半天还是打不开 没事没事打开了 最后的这个Blue Crab手绝 不要问我为什么 反正甜点嘛 总是我一个人吃两份的 最后用抹茶结束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单 哎呀 哎呀 哎呀